你是駕駛人 你剛剛車子還是發動中 你在那邊並排靈停 再來你無罩 我兩張都會開 然後車子我要一直保管 拍車並排微停 被警方取締 聽到車要被扣走 從店裡趕到的車主 無法接受 你要做什麼 你要做什麼 你要做 怎麼樣 什麼問題 跟你說了 我要一直保管你的車 嚴見情況危急 車主不肯車被拖走 竟坚持要上車 離開 我要上車 沒有辦法 不好意思 住我車 你這樣做什麼 這樣做什麼 就這樣去 冒帳啊是不是 情緒失控 朝遠景大飆出口 相場就是被壓制逮捕 因為這盆路已經夠小 不可能 不可能變態在那邊 因為我們這邊是有停車場的 受到在台北信義區 知名拉麵店外 這邊是雙向單線道 一旦有車微停 就無法通行 也成為警方 重點取締路段 當時駕駛拿車主的證件 應付零件 立刻被警方抓包 車主也因為 辱罵布亞字眼 被依妨害公路送辦 警方調查 原來陳姓男子 因多次違規 駕照被吊銷 不想身份露現 禁謊報車主身份 結果就把好友一起拖下水 接著葉維瑩對於宣 台北報導